TBS 陳建快訊要帶您掌握國內外最及時的新聞內容 首先要帶您看到的是這國際焦點 菲律賓有美女的市長稱號的華裔女市長郭華萍 被爆出一次是共諜之後 不只馬上被撤職 現在更是人間蒸發行蹤成名 根據ET Today的報導 這郭華萍因為涉嫌多起的賭職行為 再加上被懷疑是中國間諜 所以被撤職 而郭華萍其實在2021年5月就當選 但是從今年5月開始 被指控是利用職權來包庇離岸博弈產業 還有非法的競選 所以以這個調查報告裡面來看 其實就指控她有很多嚴重不當的行為 而且是取消她的退休福利 永不入職公職 而菲律賓的調查局也發現 她的指紋居然跟一名中國籍的女性相同 被質疑她有可能就是中國的間諜 而在今年7月也因為缺席聽證會 所以被這個參議院下令要逮捕 不過她到現在依舊是人間蒸發行蹤依舊不明 而此外其實還有12名的市政府官員 同樣也因為這個賭職被停職三個月 而菲律賓的司法部現在也要調查 這個郭華萍是否有涉嫌人口翻運 今天需要帶您回到國內要看到是這起案件 它其實是發生在台鐵嘉義的大林站 有一名女的站務員因為勸阻旅客在車站內 不要騎腳踏車 沒想到就被這一名旅客是毆打了三次 而這名施暴員現在還找議員 再度上門是引發了外界批評 根據莊社報導被點名的 就是這一名嘉義縣的議員 名字叫做江志明 他被指控是不是在施壓台鐵的站務員 不過他還強調這個事實跟報導 其實有非常大的出入 因為江志明說他其實那一天是陪同這一名 施暴者也是這一名老翁 是再度的到車站裡面要協助來溝通 但是媒體卻報導說是他要逼站務員來道歉 認為跟事實有非常大的出入 但是他也說對於整個過程 他其實是感到非常抱歉的 至於民進黨中央其實也說了 他們對暴力行為是零容忍 所以現在已經要求嘉義縣的黨部要調查 而且要把這個江志明要移送評委會議 來進行相關的處理 好 再次要帶您看到的是 同樣也是政治方面 是民眾黨的主席柯文哲 其實一直深陷這個政治現新的風暴 雖然12號的記者會上面是秀出15筆的漏報支出 而且全部甩鍋給會計師端木正 但是民進黨的政策會的執行長王毅川就說了 他看了他覺得上面有些地方好像有點怪怪的 根據《自由時報》報導 這民眾黨的漏報支出 總金額其實達到1800多萬 但是王毅川就說他看了這個記者會的整個簡報之後 他發現有多張的單據是被打插或者是有做上一些註記的 懷疑這些單據是被會計師所推薦的 而王毅川也說有些單據甚至是有圖改的痕跡 但是沒有蓋章 質疑這民眾黨的所謂的漏報支出 可能是當初被會計師被推薦的一些單據 而接續要帶您看到的是國際焦點 也就是俄烏戰爭其實現在還在持續 尤其烏克蘭其實是已經要反攻入侵俄羅斯的庫斯克州 試圖想要掌握整個戰局 根據這張社報道其實烏克蘭的總統也就是澤倫斯基 他就說了現在烏克蘭的軍隊已經掌控了俄羅斯庫斯克州的74個聚落 而庫斯克州的州長其實也點出烏克蘭 的確目前控制他們的州大概有28個聚落 而烏克蘭的外交部的發言人就強調了 其實這些入侵的行為都是合法的 而且也呼籲俄羅斯要透過和平的手段 一起來解決這些衝突 同時也說其實烏克蘭是無意要奪取領土 只希望可以透過這些行動來保護他們人民的生命 同樣也是俄羅斯戰爭要帶您看到 烏克蘭跟俄羅斯的戰火還在持續 甚至單日的戰鬥次數還創下了新高 根據UDN的新聞報道 烏克蘭在過去24小時發動對俄羅斯的跨境突襲 而且也在庫斯克州取得相關的進展 而烏克蘭他現在就是試圖要來牽制 俄羅斯的軍隊在烏東的攻勢 不過在俄羅斯的方面 他們也是加強了對烏東的波克羅夫斯克 要來持續的進犯 所以剛剛也提到 這個單日的戰鬥次數其實是創下了新高 總共在一天內就爆發了52次的戰鬥 甚至俄羅斯連夜更是派了38架的攻擊無人機要來襲擊 不過烏克蘭的空軍是成功擊落的其中30架 而且也防禦了有兩枚的這個彈道飛彈的襲擊 另外在烏克蘭的北部其實同樣也有民間基礎設施預襲 但所幸是沒人傷亡 以上就是為你掌握到最及時的新聞內容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Nay Alda 複雷